主席 第一,政府給出來的去年所謂的五億,如果根據醫管局的數字,其實去年都已經花了 去年應對流感高峰期,總共花了六億五千萬 即是林鄭給的五億,其實原來都是不夠,要醫管局花自己的錢 第二,醫管局雖然那些錢就說給了他,但是個別的醫院跟我們反應,那些錢是落不到前線的部門的 甚至很多部門,很多的前線醫護人員,仍在問,都不知道那五億去了哪裏 無法加到人手,無法找到多些職員在這裏加時去做事 還有最令我們不滿的就是,講了這麼多年,政府在流感高峰期有沒有做過任何的事情呢? 在現在,其實所有的門診和醫院都爆的情況之下,我們已經講過是需要在社區裏面,是立即是要做一些急症的發燒診所 這裏有兩個目的 第一,就是這些發燒診所,是能夠令到很多原本需要去急症室的病人,是不需要去急症室,是早些在社區得到照顧 第二,亦都這些發燒診所是減低了這些患流感的病人的交叉感染 因爲在發燒診所裏面,是有多些的,譬如醫護人員的隔離和一些的防禦,令到病者中間是不會有那麼多的交叉感染 每一個地區都需要用,是需要在現在的普通科門診裏面,是額外去加資源和醫護人員去做 我知道,是有一些退休的醫護人員,或者是離職的醫護人員是願意兼職去做的 但是政府呢,這麽多年來都是呆藥木雞,什麽都沒有做 另外一點呢,有關於醫院病床不足的 我們經過21年,香港的醫院病床是可以離譜到,由97年的27,000多,到現在28,000多 只是多了千鬆些病床 人口多了190萬,老人的人口多了60萬 整個香港只是多了千多張病床 跟著政府跟我們說,你等它第一和第二期的醫院建院計劃 我想跟大家說,所謂第一期的建院計劃 除了個別幾間醫院呢,是有落實的 其實大多數都是在這裡說的 正式拿了錢會做的呢,就是姓母,馬麗,廣華和郭亮雄 這幾間醫院呢,重建了之後,多了350張床 我們不夠一萬張床,它給我們350張 我們希望盡早落成的啟德醫院呢,現在正在做地基的 肯定是不可以呢,是好像最初的說 是2022年,23年去做 地基都未搞得到,怎麽樣起上蓋呢 還有啊,去年政府跟我們講的第二年的建院計劃 是講著提前去規劃 我們欠一萬張床,政府是給我們提前規劃 其實是異語言藝術來的 現在我們需要的就是所有第一和第二期的建院計劃 是立即是要上馬 為什麽這樣說呢,其實第二期的建院計劃裏面呢 就剛剛可以是應對 現在我們見到最嚴重的問題 包括是新界西的屯門醫院 張冠浩醫院,馬麗醫院和馬加烈 這幾間醫院呢,可以這樣說,在十年內呢,是毫無希望的 是沒有任何希望會加到一張病床 如果他不是現在開始去做,不是現在去規劃喔 你知道政府那些東西規劃跟你搞了十年八年的 十年八年之後,都是只在那裡規劃的 第一年建院計劃那些,現在還在那裡等著的 第一年建院計劃裏面,包括最重要的啟德,靈實 都是在那裡等著 就是還未真是落實有多二千幾張病床 然後叫我們說要做完第一期,才第二期 其實是,我可以跟大家講,如果政府不是痛定思痛的話 接下來每一年流感高峰期,見到的慘象呢 是不會消失的 其中一個原因令到醫護人員是這麽氣餒的呢 就是無論是醫管局的高層和政府的高層呢 是完全看不到市民的需要的 他們有沒有落過去看到 可能大家見到林鄭呢 就是早一兩個禮拜前呢 就去屯門那裡做一個洗太平地 醫護人員也跟我們講了,其實都很慘 大家已經很不空了,她還要洗太平地 那天簡正是好些的時間 我希望她所有的醫院都去一次 所有的病房去一次 看看現在的病床是多慘 我們現在加建那些臨時床的 病床和第二個病床中間只有20cm 難聽些急救的時候都行不到進去的 只有20cm 這個是人間地獄來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一定要回應我們 第一是需要將絕對不足夠的資源 即是說去年那五億呢 是需要加大到 是需要 我不能夠講個數字 但是我相信那五億呢 用去年的計劃已經不夠用 第一 第二 醫管局扣了些錢 落不到前線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醫管局的行政呢 是失當的 第三的 最重要的 雖然 建院是要十年 但是如果 只是好像現在這樣 得過港字呢 香港的老人家和病人是沒有希望的 所以我會在盡早的時間 今天會寫信給局長 還有在未來見陳茂波都會要求 是所講的第二年建院計劃 今天開始 先生 請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 clinic serves the purpose of, number one, to divert the patient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to the clinic so that those who really need the need of emergency service will be taken care of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secondly, it serves to protect or prevent the spreading of the disease because in this fever clinic, there will be special precaution measures trying to prevent the cross-infection between patients so this patient can be tackled in the first instant by the fever clinic before they really need to go to the hospital.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are in the shortage of 10,000 bags in Hong Kong in this moment. Twenty years past, althoug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increased by 1.9 million, we only had just increased by less than 1,500 bags overall in Hong Kong. This is grossly inadequate. So what we need is to call for the so-called second terms of the 10 years hospital expansion project to be carried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don't wait until the first phase to be completed because otherwise, we will still have the same problem or the old problem of lacking more than 10,000 bags in the coming 20 years. So we need to do it at this moment. And thirdly, the money that has been allocated for the emergency service from the government is grossly inadequate. And more disappointingly, the money probably has been kept by the management staff of individual cluster, hospital, and a lot of the frontline staff has saying that, complaining to us is that they didn't see any increase in the resources or increase in the provision of the so-called temporary manpower to tackle the huge surge of the patient every day in the emergency ward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 Thank you.